好 抽下 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先BC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盤的盤中即時解盤節目 避險基金知名經理人卡爾巴斯 評論台海跟台獨的戰爭 因為現在就連華爾街的金主有錢人 他們都感受到戰爭的味道 那這些錢呢 能跑的都先跑 是的 所以現在整個很多中國的外資 甚至中國的有錢人都想盡辦法 要找了律師 有沒有辦法他的錢給挪出去 全世界從習近平在二十大的動作之後呢 已經發現習近平是不惜一切 就要開戰 所以像剛剛凱爾巴斯講的 習近平動的就叫做戰爭內閣 習近平是完全的改變了所有方法 過去的時候他只是要威懾 逼迫台灣 不要台獨 但他現在呢 就是強力的統一台灣方案 一定會幹到底 所以連這些金主 連這些金融界都非常的擔心 全世界現在都在想 習近平一定會打台灣 只是怎麼樣要打打 所以日金新聞出來一個獨家新聞說 習近平有37年的攻台大計 而這裡面呢 37年可能有點要存疑 因為37年前 習近平只是個廈門市的副市長 他怎麼可能想到有一天他可以到大位 可以獨覽一切 可是他裡面提到了習近平攻台的一個概念 可是大家要注意的 首先呢 攻心為上 再過來呢 兵櫃神速 再過來奔襲台北 他認為這是習近平可能要攻台的狀況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首先呢 金門和馬祖 他們認為說在習近平的方法裡面 很可能把他變成是普丁當初快速的拿下 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一樣 好 這個是日金新聞今天獨家釋放出來的 他認為習近平奪台的計畫當中 首先第一個標的可能是外離島 額外離島的金門或馬祖 他的地位就像當初 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一樣 是的 所以拿下來之後 就造成你的心理的恐慌 攻心為上 然後攻心為上之後就變成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這裡面 像台灣內部裡面 是不是開始有桶啊 戰啊 核啊 一切紛擾都在 接下來呢 就是電子網路作戰 因為他們發現說其實習近平在八月的時候 已經下令華為和騰訊提播更多的能力 給中共的網軍 這網軍就開始針對台灣做認知作戰 各種知識 思想上的一個主導 然後最後要創造一件事情 就好像在克里米亞一樣 親俄派受到迫害 所以台灣的統派受到迫害 所以他要出兵台灣 而出兵台灣之後呢 在九十月的時候呢 九月十月發現 在福建和廣東呢 已經大量的去演練一件事情 就是調用民船 用裝甲車 因為他的動機母啊 什麼這些船艦 不夠 快速的運大兵直接進來 所以習近平已經開始動用民船 運坦克車 快速的登入 可能登入台北附近 直奔首都 然後就拿下首付 所以一切的戰法 他們說習近平是有這樣一個大忌了 然後事實上不但是如此呢 日經說裡面最擔心的還是那件事情 就是台灣內部並不團結 因為事實上台灣今天有一個媒體 做了一個台灣人 對於共產黨的一個惡感 竟然只有百分之六十八 我們跟皮友 美國人一做都是高達百分之九十 日本人澳洲也都是討厭中國共產黨 或者討厭習近平高達百分之九十 連瑞士西班牙都是七成八成以上 那台灣的數字只有六十八趴 只有六十八趴 所以你就知道說台灣並不團結 這件事情確實是危險的 而另外從外交事務呢 這個是國際上最權威的戰略上的 他們也辦了一個研討會 這研討會裡面很多專家 也說他們嚇了一跳 二十大習近平要掌控一切 大家都可以預期 但是他們嚇到的是說 從胡錦濤的動作 從那個名單裡面 習近平是直接擺出來了 以後黨就聽我的 兩個確立就是聽我的 連文件都不給你看 甚至於胡錦濤的眼鏡 直接把你拿走 讓你胡錦濤看都不能看 所以習近平的這種絕對的威權 讓他們認為習近平什麼都可以挺而走險 而且這種挺而走險之下 所以很可能就是他們過去的時候想說是 習近平就很可能在這個情況之下 施壓2024 用2024其實他可能在明年的時候 會更多的動作 施壓台灣做出新的選擇 影響2024的一個選舉 然後這個東西呢 他也認為說過去的時候 他們這些專家認為 過去毛澤東在處理這個時候 他是用意識形態 打鼠豪分田地 然後到江澤民胡錦濤的時候 是用金錢誘惑中國人民 就是悶聲發大財 但是習近平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只是這樣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 因為他必須靠這個強烈的民族主義 才能鞏固他現在習皇帝 當權的一個正當性和合法性 而這個時候其實外媒又說 其實美國早就發現習近平這個走向了 事實上他們講說早在9月的時候 10月的時候 可能拜登的辦公室上 就有一份最機密的報告 而這機密的報告就是 習近平20大講的話 習近平的常委的名單 那美國一看 所以你看到華爾街日報 前一陣子公布了6個名單嗎 除了蔡奇之外 完全都一致 所以華爾街日報的情報來源 未必是北京 搞不好是美國的情報單位 直接丟消息出來 因為如果拜登提早知道的話 要丟消息給華爾街日報 也非常容易 所以那個打包入席的方案 當時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不太可能 結果你看完全對 而且加了一個蔡奇 這個也是實話 所以才會說為什麼拜登 10月7號的時候 開始強烈的台積電要撤 開始對中國做晶片的制裁 一連串的動作 國家安全戰略 其實就是拜登已經準備到了 而且美國方面 更從這份報告裡面 美國的軍方更發現 一個關鍵人物叫做何衛東 因為何衛東就是裴若西 訪問台灣之後 去上次的那個11枚飛彈 6個封鎖點 然後戰艦如何突破台灣 台海中線到了24海里 都是何衛東動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情況之下 很可能其實習近平攻台的計劃 會從為什麼美軍會想說 2022、2023、2024 都可能就是從何衛東升聖 然後另外一個呢 還有就是美國認為說 明明就是故意跟美國對嗆 就是李尚福 李尚福上來以後 而且很可能在明年兩會的時候 就直接接魏鳳和成為國防部長 這個更是直接對美國對嗆 第一個 他是美國在制裁軍工產業 第一個 被美國制裁的中共解放軍將領 所以我就故意的 你制裁我就把它提升 第二個呢 他是火箭軍出身 他是過去西艙太空火箭發射的主任 最重要的是他現在呢 是中國軍委會裝備發展部的部長 就是那些軍工產業就在他手裡 而這一次留任的那個副主委 另外一個張又俠 他也曾經當過軍工發展部的部長 所以也看得出來習近平在硬抓 猛抓這樣的一個軍工產業 就是要打算一戰不習一戰的一個準備 而習近平的態度這麼清楚了 所以國裁辦也出來了 國裁辦呢 出來之後呢 開始講的是 他們有十個堅持 那十個堅持裡面 第一條就把習近平堅持 絕不承諾 放棄武力 放進來 然後還警告台灣 他們將來會有更多的動作 包含在法治面一些新舉措 所以我們國際媒體說 除了武力威脅之外 可能超軍事的行動 可能是軍事的 可能是經濟的 可能是外交的 或者是說像我們上次 他們突然出現的 台灣進到大陸的商品 不能掛MIT 這些情況 可能都會變得更厲害 創下 剛剛看到的是 加拿大媒體用法文專訪 曹新成董事長 主要的原因是提及 台灣現在的國安議題 以及台灣的半導體 處在一個非常複雜的處境 曹新成現在是國際上 台灣抗中保台的一個代言人 所以加拿大的法國媒體 也去訪問他 而曹新成在這段訪問裡面 又提出了兩個 需要台灣人也要一起去思考 的關鍵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 他說他談到的 像上次的60分鐘 訪問台灣在中正廟前面 很多台灣人說不擔心 他說其實這是一個虛假的安全感 大多數的台灣人都說 中國已經威脅很久了 所以並不擔心 但曹新成說這個東西 這個狀況不一樣 你看到20大習近平這樣幹 台灣人必須改變心態 要準備起來 第二個他也提到矽盾 因為矽盾半導體這件事情 當然每日會來保護台灣 但是他也說對於矽盾這個概念 要謹慎 為什麼謹慎呢 因為如果矽盾台積電這麼做 所以如果中國就像前面 日經講的 快速的控制了台積電 那就變成是一個最大的人質 而最大的人質 反而可以跟歐美各國 進行新的一個交換 對台灣的控制權 所以矽盾這種觀點 也要好好的思考 所以曹新成希望他在不斷的站出來 他的黑熊部隊 是能夠激發台灣人去改變心態 要更大的決心 像烏克蘭一樣保衛台灣 而且習近平會加速武統 這件事情絕對不要去忽視他 而台灣現在正在跟僵屍病毒 中國共產黨在作戰 是因為整個共產黨是反人類的 最後曹新成說他的心態是什麼 他說他是佛教徒 他在特別受訪的地方 裡面他是說可以親近的 看看森林公園 然後聽聽佛經 但是他是佛教徒的慈悲心腸 霹靂手段 一定要霹靂手段 去對付習近平 對付中國共產黨才能保衛台灣 但是他的霹靂手段 在台灣這邊有人故意中睡 聽不懂 就是馬英九 舒淇 所以他就一直講說 馬英九你講的B站要和談 他是已經寫了跟曹文罵他了 然後就說要跟馬英九辯論 也罵舒淇說你的九二共識早就過期了 他其實只是指路為馬 像現在糟糕 結果沒想到馬英九 碰到這個記者去問說 曹新成說要跟你好好的辯一下 結果馬英九竟然說 我蠻希望看到曹新成跟馬英九辯論的 我比較不想看蔣萬安 跟陳時中 黃珊珊的辯論 結果沒想到馬英九竟然是 他我不回應 他不但沒有能力沒有膽量跟中國戰 他甚至看到曹新成馬英九都避戰了 那馬英九成天這樣避戰 他覺得台海可以避戰 所以 可是後面就更有趣的就是 遠見有一個視訊的高峰會 在這視訊高峰會面 他跟陸葛文 那陸葛文呢 現在也非常擔心習近平會挺河走險 會走向極端 而馬英九呢就說他的大戰略 但是馬英九呢 有一些細微的改變 他過去的時候他講說他當總統的時候呢 曾經他講的叫做 河中 有日清美 但是馬英九最近的講話改了 叫河路 然後有日清美 中變日 所以過去的時候那個中國 那至少代表著互不隸屬吧 那現在變成大陸了 所以看馬英九其實真的是蠻軟的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時曾經一起去參與 協助馬熙會的趙春山 其實說此時此刻 必須認清楚一件事情 所謂的那個不統不獨已經過去了 而習近平這次人事裡面 國際上更關心的是 習近平呢 還想用征服宇宙 作為他的一個目標 因為在所有的新的那個政治局委員裡面 其實除了之江新軍之外 大家會發現 竟然有五個人 除了剛剛講的那個李尚福之外 還有五個人 都是出自軍工產業 有是神舟的 有是指揮飛彈的 這五個新的人呢 都去當書記或怎麼樣 這些人都是軍工產業 因為他們說習近平 現在也只有用征服宇宙 航天系 來去激勵他們內部的民族士氣